涉案金额10.4亿,山西吕良原副市长张忠生一审被判死刑。 今天上午,山西省林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, 对山西省吕良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张忠生受贿, 据得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, 被告人张忠生被判处死刑,决定执行死刑。 法庭精神李查明,1997年至2013年, 被告人张忠生利用担任山西省中央县县长, 中共中央县委书记,山西省吕良地区警署副专员, 中共吕良市委常委,副市长等职务遍地, 为他人在煤炭资源整合,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, 所许,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折合人民币共计10.4亿余元, 张忠生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, 其对折合人民币共计1.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。 林焚市中级人民法院,认为被告人张忠生的行为构成受贿罪, 去额财产来源,不明罪张忠生受贿犯罪数额, 特别巨大在18起受贿犯罪事实, 中有两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人民币2亿元以上, 还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8868万余元张忠生, 利用领导干部职权,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, 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。 且案发后尚有赃款人民币3亿余元, 为退缴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张忠生目无法记, 及其贪婪在党的18大后仍不收敛, 不收手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, 罪行极其严重,应与依法言称审判长, 陈伟被告人张忠生犯受贿罪判处死刑, 剥夺政治权利,终身病处没收个人权, 不财产犯罪了财产来源不明罪。